小鱼儿死了 花无缺 我要你偿命 方才我拉开了无缺 其实却是救了你 只因世上谁都可以杀他 只有你是万万杀不得他 为什么 你可知道他是谁吗 他是谁 告诉你 他也是江峰的儿子 他本是小鱼儿的孪生兄弟 放 我等了二十年 就是在等今天 等他们兄弟自相残杀而死 直到今天才能够把这个秘密说出来 我实在高兴极了 痛快极了 无论你怎么说 我知道 你会相信的 一定会相信的 你仔细想一想 就会发觉他们两个人 有多么的相似 你在看看他们的眼睛 他们的鼻子 你可知道 你可知道 我为什么要逼他们两个人动手吗 你可知道 我为什么一定要花胡圈 亲手杀死小鱼儿 你们本来一定想无通这道理 是吗 现在 你们虽然已经明白 哈哈哈哈 但是 却已太迟了 你自己杀死了你自己的兄弟 你还有什么话说 现在 你的时候已到了 你还等什么 你是谁 为什么不让我死 你还等着我 你不留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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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 这个队子 还得了 你不通我 就把你也不愿意 完全是 是不是 你不见鬼 你不见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怎么会说的啊 我向你赔物试了 你难道还不消气啊 我本来想求她嫁给我的 她既然如此生气 看来我不说也罢 也免得去碰个大钉子 你说什么 我说了什么 我什么也没说 我听见你说了 你说要我这样给你 你还想耍累 你想干什么 这里人太紧了 我要找个没人的地方去跟你算账 你方才说的话 赖不赖 男子和大丈夫 说出的话还能够赖吗 不错 这里人实在太多了 你快带我走吧 从今以后 不论你走到哪里 我都跟着你 有没有想到哪里去 我可没有同意呢 对啊 事情结束了 就想带小老婆溜走吗 我也不同意 所以说一丫头 这怎么办 怎么 有人好像不同意 我们溜去快活呢 一样 刚才说的 赖不赖 我早就说过 男子和大丈夫 一定不赖的 那么 与其几个老婆 我也不会管你的 看来 有人说我是女了 一点也不错 没有 咱们 这么一样 这样 你 因为 你 说 你 什么 你 你 大魔頭氣走啦 等到女魔頭啦 你讓人家擔心死了 要裝死你不會先說一聲 害人家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淚的 抽死了啦 人家要怎麼見人嘛 你給我負責 幫你擦擦淚哄哄人是可以了 不過負責這兩個字沒事最好別亂說 別人聽到了還以為我們兩個有什麼呢 這對我大好的江湖前程會有影響的 你說什麼 趙羽兒 你的意思是說我喜歡我了 不會啦 你長得很可愛 我是在問你是不是喜歡我 不要岔開話題 女人真麻煩 每天問相同的問題也不嫌累 她老師說 你若是不喜歡我 幹嘛又千里迢迢的跑到慕容山莊去找我 你若是不喜歡我 又幹嘛要和大娘還有三娘動手 你分明就是喜歡我 喜歡我喜歡我 快承認啊 要恐阿婆做過法的指人就在這裡 我看你死魚兒能整應到什麼時候 喜歡你 我喜歡你 你說什麼 我喜歡你 喜歡你 我再也不想跟自己鬧别扭了 你這隻貪吃的小紅貓還蠻可愛的 本少爺就接納你吧 你以前才不會這樣回答呢 老實招來 你是被打死打昏頭了是不是 還是只有吃壞腦袋了 要是不把話講清楚 有你口頭吃的 不會啊 我腦袋清楚得很 那天在炎王門山洞裡 是誰讓我看到好看的地方啊 到現在啊 我一直都記得很清楚喔 打死你打死你 不可以說不可以說啊 大魔頭氣走了 我要去找女魔頭了 就算我錯怪了你 你也用不著如此生氣啊 唉 我向你賠物侍了 你難道還不消氣啊 唉 我本來想求她嫁給我的 她既然如此生氣 看來我不說也罷 也免得去碰個大釘子 啊 你 你說什麼 我 我說了什麼 我什麼也沒說 你說了 我聽見你說了 你說要我嫁給你 你還想耍累 你想幹什麼 這裡的人太緊了 我要找個沒人的地方 去跟你算賬 你 你方才說的話 賴不賴啊 男子和大丈夫 說出的話還能夠賴嗎 不錯 這裡人實在太多了 你快帶我走吧 從今以後 不論你走到哪裡 我都跟著你 你可有看到鐵心蘭 就是為了她的事啊 鐵心蘭她怎麼了 我答應了鐵心蘭 到這裡來告訴你們 她只想讓你知道 她雖要你為她而死 可是她自己也早就準備陪著你死了 她還是要我把你們兩個人的屍體 葬在一塊兒 另外她也要向花公子致歉 不能夠接受花公子的情意了 她 她雖然不能接受我 但又何苦如此 都是你們這對兄弟害了她 我要你們賠命來 這實在是太好笑了 你在鬼笑怪笑什麼 你們害死我女兒 我還沒找你們算賬呢 莫說鐵心蘭只不過服下了一點毒藥 就算她將世上的毒藥全都推下去 蘇姑娘也有法子能夠將她救治的 蘇姑娘 你說對不對 我恨死你了 你為什麼要這麼聰明 你什麼事都料得到 為什麼唯獨不了解我的心意呢 鐵心蘭 她就在那邊的樹下 你自己去找她吧 何苦呢 我真是個大壞蛋 我真是個大壞蛋 我也過去看看吧 那邊的地方很小 你過去就嫌太擠了 太擠 哦 不錯不錯 太擠了 的確是太擠了 你可以找這裡所有的人作證 我照你的意思沒殺花無缺 而且我也沒死 連心妖悅還把秘密說了出來 該你兌現諾言了 我不懂 你是用了什麼方法 為什麼連心妖悅願意把秘密說出來 你當然不懂了 如果江小魚的計謀你都猜得到 那麼你就是天下第一聰明人了 你連我都不敢說 不說不說 不說不說 除非有人肯做我的老婆 否則江魚兒什麼都不說 不說就算了 我就問那邊的人就是了 還會那邊幹嘛 事情都解決了 我們偷偷的溜走吧 我的好姑娘 你跟了我 我就一五一十的全部說出來 日日夜夜的說給你聽 那我們還等什麼 現在就去說故事吧 你是說我們是兄弟 不錯 今天姚瑞這麼一說我什麼都明白 也知道她為什麼要逼我們決鬥 原來是這樣 只是師父 姚瑞她怎麼可能把這秘密告訴你呢 這個啊 那歸功於小強呢 小強 雖然我們是兄弟 那這個秘密也不能告訴你 天下第一名 天下第一聰明人的花招 怎麼讓人知道呢 不管怎麼樣 我們都好好慶祝一下 慶祝我們不用再決鬥了 也慶祝江湖君的誕生 說得好 我們一起去吧 小魚哥哥 嗯 你怎麼來了 是萬神一偷偷帶我來的 多謝你替哥哥報仇 精靈不知道該怎麼謝你 哈 怎麼這麼界外呢 這是應該的 第一位五星報仇 但是姜比赫叫人 叫人看人都討厭 我順手把他給除去了 不過如果不是看他在你面子上 這件事我可不一定會管 看來我對妹家妹子 真有幾分感情 嗯 糟了 不妙 精靈已經14歲了 還小嘛 哈哈 我怎麼突然想起 男大婚女當家這句話呢 我的預感 一向很鈴鐺 看來這次 豆瓣又要中了 不小了不小了 毒姑姑說過 在我15歲那年 就要K我找個伴 我一直不肯依他 正和酷姑姑說 爹是被壞人害死的 如果這樣找個伴 也能找弟弟弟報仇的 所以武功讓高強 聰明又果決 還能體會 姑娘家的心思 如果鬧便宜的時候 能讓破體微笑 細心照顧他一輩子 當初只是想回 回絕 突顧過水口說的 整知道 天哪 上大槍了 上大槍沒後 只因我看他不順眼 錯到炎火門 只因他們先惹上我來 最故意可愛的小妹妹 就只有你一人 難問人叫我去 愛護那人間傷惡 不過這件事 就要是武器的黃河也洗不清 這可以趕緊想個法子才是 誒 是啊 怎麼知道你哥哥不信上命 那你頓是依靠 像人間 人間傷惡 那個三個小英雄 彼此對 對人死壞 但對你倒是蠻真心誠意的 不是的 那麼三個雖然真心待我 但哪比得上 一直守護在我身邊的人呢 啊 時候不早了 誒 經理面子 你早點睡吧 我先回去了 數音丫頭 你怎麼都不吭聲 大勢已去 不又不行啊 我怎麼能和小女兒還爭呢 不過小女兒 小孩子是不懂男女情愛的 小玉兒 終於是我的 小魚哥哥 你能不能不喜歡經理妹子嗎 我 我 喜歡啊 啊 呆子 你這句話說出來 就萬事休矣啊 真的嗎 我好高興 經理妹子一定快點長大 祝你的好新娘 呵呵 我也很高興啊 那我快去找萬伯伯吧 他知道了 一定會替我們開心的 呃 是啊 是啊 想不到我江小魚 終於就是要在他兒女私情上 是啊 萬了 我一定要跟你算這筆帳 哇 一年後 江小魚和魏經典成為夫妻 定居在二人谷 江小魚成功後 在魏經典溫情公司下 徹底瓦解 成為一個洗手豬跟湯 飯後請洗碗的 顧家男人 限殺了四間女子 也叫四間的風流浪子 引以為戒 江小魚故事告訴我們 英雄並非難過美人關 柔情才是更驕傲人難以抵擋的 原來是這樣 什麼天下第一聰明人 都是狗屁 現在你的時候已到 你還等什麼 我犯了一個很大很大的錯 醫生都斷難忘回的錯 哈哈哈哈 對極了 這只會不好說吧 我長了二十年 現在輪到你們了 所以 我不能再放第二個錯 若是我死了 誰來提花我去報仇 你要忍辱負重找我報仇 就算你想死在我手上 我還不願殺你呢 這樣更好 你若是你只要來找我報仇就來吧 那你醫生 是要受到折磨的痛苦 我也要殺你 葉南天 你今天氣勢已失 恐怕連我一百招都接不住 我等你們 我會滿心期待等候你們 你們來殺我 哈哈哈哈 從此遙遠都享受著被追逐的樂趣 終其一生他滿心期待 快樂的被追殺 而葉南天與江小魚 則是心情郁悶 為了復仇而顧過了後半生 江湖中的 莫不對江家兄弟的命運感感到同情 為腰癒的二十年 成淺所驚惡 面對葉南天的遭遇所探襲 花我卻雖然找走一步 其實是最幸福的 絕對雙交 就此暗戰度路了 姚瑞狂笑大聲得意的笑 彷彿要把這二十年來的怨氣都一笑而出 他實在太高興了 葉南天雖然千百萬的理由 要找姚瑞動手 但是一想到地上這對兄弟之死 多少與他力主報仇有關 他就一點力氣也死不出來 Gamber說要找葉月復仇了 葉月贏了二十年 越取復仇成功之事 迅速傳病武林 人們一方面為葉月傳起事的復仇所震驚 另一方面 也為江小魚花我卻這對兄弟的遭遇所感嘆 江家決了後 再也沒有人能找葉月報仇 善下那些為江家兄弟不幸努力的人 繼續傳有著 這個長達18年的復仇故事 好這邊是直接進到 江無缺和江小魚在江峰花月弩死後二十年 終於巧技破姚瑞說出真相 問了兄弟 在以後的日子中 兩人沒想起一致在兒媒見面後的種種 都不及感到慶幸 幸好每次兩人就要互相殘殺時 只會有一個特別的人 特別的是握自己心中的堅持來阻止 而並淋掉一場悲劇 其中鐵心蘭 就是他們最該感謝的對象 如果沒有鐵心蘭 江小魚已死在花五雀手下 如果沒有鐵心蘭 花五雀早會死在葉南天手下 但是鐵心蘭現在在哪裡 他們幾度為他爭鋒吃醋 為他擅自怨恨對方 如今誰也沒有得到鐵心蘭的心 我想起來 當年少不經事 空有聰明的頭腦 卻比不夠感情用事的鐵心蘭 為什麼他竟然可以不顧一切來救他們 而他們 卻還是附了他 鐵心蘭 謝謝你 好 這是沒有魏京林的妹子 魏京林的妹子的結局 江小魚用技問出姚蘭隱藏在心中第二 心中二神眼的秘密 即使得知他有花五雀是為兄弟一事 免去一場兄弟相傳的悲劇 但得江湖中能讚賞 由於小魚先以武功壓制姚蘭 占定老鼠下的姚蘭不得不吐石 其巧妙的手法將得嘆為觀止 此後天下第一聰明人的名號 被小魚沒所 江湖人中 都知道江小魚這一號人物 至於那隻大功臣老鼠小強 責備受了禮譽 之鼠子鼠孫滿臺 一失敗妖月之所賜 好 武雀之後改名為江湖雀 開始他的新生命 兄弟倆相認隨此 就永遠不嫌晚 心情絕掉雙交的歷史 再度寫下更完美的遺言